女大学生打工却惨遭火吻 追踪这起事故是发生在上个月的30号中午 当天是有店员把消毒用的塑胶酒精瓶 放在这个烤炉上引发了火事 他怕火事会扩大才伸手去关瓦斯 但没想到塑胶酒精瓶的瓶声 已经被烤炉高温融化引燃了酒精 而总工师回应呢 这是工作人员一时的疏忽 才把酒精瓶放在烤炉上 但是我们也直及了 在台北市敦南店摩斯汉堡 的确也是把这个酒精瓶放在油炸锅旁边 专家说这清洁的酒精点燃燃度只有20到24度 禁止放在烤箱电锅甚至是瓦斯炉的旁边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 就是这一家桃园金国店摩斯汉堡 日前发生一起火灾 时间回到上个月30号 他在厨房做餐点 突然觉得背后好像有水在喷他 转身发现烤炉上的清洁酒精瓶着火了 紧急上前关瓦斯 不让发生大火 造成双手和背部有20%的二度灼伤 也就是可能工作忙 如果说不知道哪一位同仁 他无心可能就是放上去了 没有注意到 对 总共是坦诚是工作人员的疏忽 不过中天新闻直及北市敦南店 摩斯汉堡的确把酒精瓶放在油炸锅旁边 这样的举动其实相当危险 一般清洁用的酒精用塑胶容器 装着浓度大约是70%到75 蓝点的大约是在20到24度左右 如果接近高温是相当的危险 酒精瓶禁止放在烤箱电锅微波炉 甚至是瓦斯炉旁边 而且如果不幸因为酒精引燃火灾 第一时间要用灭火器 千万不能用手接触火源 甚至是关掉瓦斯 是酒精的东西 它可能会串过我们的四部 然后再烧影响到其他人 就类似像这样灭火坦的东西 让空气阻隔 不要让它再烧起来 组织空气避免火苗滋长 呼吁民众消毒酒精 不能直接接触高温 跟严禁放在厨房内的电器旁边 否则酿成火灾得不偿失 记者夏军城烧鱼 SNG小组桃园台北采访报道